青梅煮酒 闲话古惊 欢迎来到有史料 本频道主要分享一些有意思的历史故事 有兴趣的小伙伴请点击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 感谢大家的支持 在隋朝历史中 宇文化即被称为隋朝的第一奸臣 出身高贵 可谓是魏己元臣 而他与隋阳帝更是从小的玩伴 在朝中也深受隋阳帝的宠幸 却为何统领叛军杀害隋阳帝 并在与李密交战失败后 留下了怎样的千古名句 在这群雄逐入的局势中 又是怎样被淘汰的呢 宇文化即 戴郡武川人 是北周八位上驻国之一的宇文胜的孙子 他的父亲宇文树是隋朝左一位大将军 根据历史上的描述 这个人贪婪骄横 不寻法度 举动轻薄 宇文化即因为家族势力庞大 父亲在朝堂上可谓是权亲一方 因此从小便仗着父亲的权势胡作非为 律法对他而言也没有多少约束 并且从小便目睹了大臣们的贪污腐败 因此在耳熏目染下养成了贪婪且骄横的性格 常常带领家丁骑着高头大马 携带弓箭奔驰在长安街道上 因此在长安城中留有恶名 甚至被城中百姓称为轻薄公子 由此可见作为官二代的宇文化即 也是因为成长环境的影响 养成了嚣张跋扈的性格 在作为都城的长安城中 也敢如此的肆意妄为 而作为长安厄少的他 又是如何一步步的达到位极人臣 并且见过称帝 一切都要从与隋阳帝杨广的交情说起 因为宇文家族的势力强大 宇文化给予杨广从小便是极好的玩伴 二人可谓是物以类聚 人以群分 同样的心狠手辣 并且城府颇深 杨广作为隋文帝的次子 善于掩饰自己 并且心机极深 在隋文帝与独孤皇后面前 扮演了十年的忠臣孝子 最后设计陷害了自己的大哥 夺得了太子之位 而当杨广当上太子后 作为宫廷护卫官的宇文化 即常常出入太子府 二人本就是从小的玩伴 因此关系更为密切 之后便被调遣到太子府 成为了东宫的太子徒 因为仗着杨广的身份 宇文化及多次收取贿赂 因此被罢官 但又因为杨广的宠幸 在被罢官不久后 很快便恢复了官职 再加上他的弟弟宇文氏 即迎娶了隋阳帝的长女南洋公主 他也攀上了皇亲国戚的身份 两个家族的关系又亲密了不少 由于身份和地位的提升 宇文化及越来越肆无忌惮 并且目中无人 曾多次出言不逊 许多公卿都被他羞辱过 在公元604年 隋阳帝继位后 宇文化及也被授予了 太普少卿的官职 也是因此仗着与隋阳帝的交情 更加的肆意妄为 公然收受贿赂 隋阳帝知晓后也并未阻止 可见二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直到605年 宇文化及因为自己的贪婪 受到了牢狱之中 险些丧命 605年 隋阳帝出巡于林郡 陪同了宇文化及宇文治 极尽公然违背禁令 与突厥人做起了买卖 隋阳帝得知后大怒 当即下令将其押入大牢 几个月后返回京城时 隋阳帝便下令处死宇文化及 但却被南阳公主拦下 在南阳公主的苦苦哀求下 隋阳帝免去了她的死罪 死罪可免活罪难逃 隋阳帝将宇文化及赐给了宇文树 做奴仆 直到宇文树去世 隋阳帝才念及旧情 让她做起了幼藤为将军 而宇文治急做了江座少奸 直到616年 隋阳帝在三征辽东和燕门之危后 被深深地挫败了 清楚地认识到自己并没有成就千古一帝的能力 因此在隋朝岌岌可危的时候 选择了第三次巡游江都 而当隋阳帝抵达江都后 唐高祖李渊率并占领了长安 消息传到江都后 一时间整个江都都人心惶惶 而隋阳帝西归的道路 也被李密统领的瓦岗寨截断了 此时隋阳帝才意识到 自己的江山已经没了 因此只能用酒来麻痹自己 生活也更加地荒淫五度 而跟隋隋阳帝来到江都的隋从 和将士大多都是关中人 对家乡甚是想念 因此对于隋阳帝留在江都的决定十分不满 渐渐地便心生怨恨 更有不少人悄悄逃离 而驻扎在江都城中 统领了数万萧果军的司马德堪见天下大乱 而隋阳帝整日享乐无度 便与之歌赔钱 摄人援明等人密谋叛逃 众人都没有势地叛逆的心思 打算抢夺一些财物 便一起逃回关中 而当宇文志吉得之后 立刻去面见司马德堪 劝说他放弃小打小闹的想法 趁天下大乱 举兵起事 干出一番大意 司马德堪听后觉得有道理 但造反可是大事 谁来领头呢 众人商议了一番 在宇文志吉的引导下 众人决定推举宇文化吉为首领 当己人找到宇文化吉 吐入谋反之事时 宇文化吉也被吓得脸色惨白 但在冷静后思索了一番 便答应了此事 618年 众人做足了叛逆的准备 并且还拉拢了隋阳帝的敬畏陪前通 当晚司马德堪便率领数万兵马 在城东放了一把火当作行动的信号 在期间隋阳帝也被火光和喧哗声惊醒 找来敬畏陪前通询问 而参与了行动的陪前通 便谎称是城东走水了 隋阳帝便回到寝宫继续休息了 而当司马德堪率军进入寝宫时 隋阳帝像是意识到了什么 马上换了衣服 从窗外逃到了西阁 但还是被叛军们搜索了出来 最终被宇文及姬等人一死 而当晚隋朝宗室外戚都被禁属斩杀 唯独隋阳帝的侄子秦王浩与萧皇后逃过一死 因为秦王浩与宇文化姬等人交往密切 并且有隋朝皇室正统血脉 因此众人可以名正言顺地建立政权 而宇文化姬对内谷天成的萧皇后垂涎已久 因此便将其占为姬友 之后宇文化姬等人便拥立了杨浩卫帝 而宇文化姬则做起了丞相宇文治齐位左仆舍 带领十万隋朝将士准备返回关中 宇文化姬与隋阳帝的关系可谓是亲密至极 为何会答应起兵叛乱并杀死隋阳帝呢 原因或许有三点 第一点便是隋阳帝巡游榆郡时 宇文化姬与突厥人做买卖 险些丧命并为奴十年 因此对隋阳帝心生怨恨 第二点 司马德堪等人密谋叛乱 并将此事告知了宇文化姬 若是他不答应众人或许会为了保密将他杀害 因此是被迫的 第三点 宇文化姬也是一个野心勃勃的人 乱世中谁不想见过称帝 按照宇文化姬的性格来说 能做出这样的事也在情理之中 并在之后与李密的交战后 宇文化姬曾说到 人生故当死 岂不一日为帝乎 622年 宇文化姬等人率军到达徐州时 由于水路不同无法继续前行 宇文化姬便下令在当地抢夺了2000多辆牛车 并将宫女与珍宝财物一同装车 但由于路途遥远 将士们疲惫不堪 颇有怨言 并且启示后 众人对于权力的欲望也大大提升了 司马德堪便与造型书和大将陈伯图密谋商议 打算将宇文化姬斩杀 自己等人掌控大权 但却因为谋划不周全 被宇文化姬反杀 之后宇文化姬进军到洛阳时 李密率领瓦岗战与王世冲的军队打得水深火热 对于宇文化姬的到来 众人都大为吃惊 于是王世冲便与李密联手 一同抵抗宇文化姬 而王世冲所拥立的隋公帝杨童 也在授一下许诺李密 击退宇文化姬后 就让其入朝辅政 之后宇文化姬便与李密两军交战了一天一夜 最终李密取得了胜利 而宇文化姬在惨败后 大部分的将士都逃亡而去 最后追随他的不足两万人 于是宇文化姬不得不改变策略 率领剩余的将士北上 到达未现时 宇文化姬见如今自己所生的将士已经不多了 自己已经不太可能在群雄逐入的局势中取得胜利了 便叹息道 人生故当死 岂不一日为帝户 于是便杀死了自己拥立的傀儡皇帝杨昊 在魏县建国称帝 国号为许 年号天寿 册封文武百官 之后宇文化即便打算攻下魏州 作为自己的根据地 但是却遭到了魏州首将元宝藏的抵抗 一连攻打了几十天都没有攻下 反而被元宝藏率军击败 损失了将士一千余人 无奈下便打算率军前往辽城 并招揽那一代的土匪入伙 却没有想到 途中先后遭遇了唐军与神通与窦建德的夹击 因为之前齐州的起义军首领王堡 听说宇文化即携带了无数珍宝 便假装归降 想要司机夺取 此时王堡便私自放窦建德入城 活捉了宇文化即与其部下 将其装入囚车 压制河间 之后窦建德便数落了宇文化即的诸多罪状 将宇文化即和他的两个儿子宇文成姬 宇文成旨当众斩首 由于突厥人也对宇文化即恨之入骨 而窦建德也不敢得罪突厥人 便将宇文化即的头颅送到了突厥 挂在了突厥的王庭之中 被称为隋朝第一奸臣的宇文化 即便如此结束了一生 而他所说的人生故当死 岂不一日为帝乎 也成为了千古名句 在临死前也算是完成了自己称帝的夙愿 感谢您的观看 创作不易 请多多点击订阅按钮 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您的点赞订阅是我更新的动力